大家好,我是Stan 在Hibu表示,发现到Odo的CEO Minijie试图夺取经营权并脱离Hibu发动监察权后 Minijie也透过一份声明回应 没有试图夺取经营权,没有借任任何投资者 并指出Hibu试图模仿Nuji's是冲突的主要原因,立即进行了反驳 而实际上,Hibu拥有80%的股份,Minijie抢夺经营权的可能性非常低 乍看之下,Hibu的主张可能有点不切实际的情况下 韩网的方向却几乎是一面倒的对Minijie非常负面 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其中有三个理由 在Odo的立场文结尾部分有声明 Odo已经和Nuji's和Nuji's的法定代理人经过充分讨论后发表了此声明 因为范全刚刚经历过Fifty Fifty事件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 联想到的就是Fifty成员们的父母们所涉及的争议 无论真相是什么,最终结论是什么 只要这样被提到一次的话 Nuji's的形象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于在声明中刻意提起Nuji's和父母们的迷你解 网友们都感到非常不满 虽然不知道与成员们讨论到什么地步了 但如果这样声明的话 不就代表Nuji's也同意耳朵的声明了吗? 那边还有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这根本就是拿来当做盾牌来使用而已 好像是在对粉丝们说,你们护航吧!的感觉 每天都说是Nuji's的妈妈,假装关心成员们 结果这是什么?如果真的像母亲一样心疼孩子们 就不应该提起他们,希望不要发生Fifty那样的情况 在米尼金反驳没有试图夺基因权,没有接任任何投资者之后 海卜的监察部人员发现了米尼金正在准备双轨策略 此策略包括压迫海卜将所持有的额朵股份 出售给一个与他合作的私募基金 如果这不可行,则带着Nuji's离开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而考虑到后一种情况将涉及支付高额的违约件 监察部人员也发现到米尼金已经准备好了辩护论点 由于母公司海卜对额朵旗下歌手女君子的不公平待遇 应由海卜承担合同终止的责任 而女君子也希望终止合同 然后监察部人员也发现到了试图夺取经营圈的额朵内部文件 虽然写下该内容的额朵副代表A某反驳 目前媒体报道的所谓额朵内部文件 紧紧反映了我的个人口量 这只是解释了我对海卜与额朵之间未解决的长期冲突的思考 并非与额朵的其他经营团队 包括民警代表一起讨论的事项 我对于仅是存放在公司笔记本电脑上的个人见解级别的笔记 被当作某种大阴谋的内部文件 并被媒体报道感到遗憾 但大部分的网友们的反应是 所以如果只是个人意见 为什么要在公司电脑上写呢 可可 而且还是副代表 还用了正式的文件格式 副代表的笔记 所以你的意思是 在不让代表至亲的情况下 自己计划要独立额朵出亲吗 之前说是矮里的问题 现在突然又说是长期的冲突 只选一个做吧 没人相信尔多尔副代表的回应 然后就是在声明中 尔多尔主张尔多尔已对海埔级皮里普雷提出正式问题 然而海埔级皮里普雷不仅未承认错误 反忙于辩解并推迟给出具体回应 但是根据媒体报道 在尔多尔的官方声明发布之前的22号上午10点左右 海埔回复了一份长达6页A4纸的详细答复 据了解民警代表也收到并已读了文件 也就是说民警代表要求海埔在23号之前提供立场 但海埔比民警代表设定的截止日期早一天即22号就回应了 对此在剪辑影片的这个时间 尔多尔还没有发表任何立场 这一项是让网友们感到最愤怒的部分 首先米尼吉在立场文中多次公开举接了同一家族的新人女团 艾里抄袭了女进斯 艾里是仿冒品 不知道中文仿冒品的语感是怎么样的 但是韩文RU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上自尊性的负面 然后在声明中也表示 尔多尔绝不容忍 仅因为属于海埔旗下的厂牌 就将某个团体宣传为另一团体的妹妹团方式 但是很多网友们马上就指出 米尼吉制作的女进斯出道时 也是以BTS妹妹团进行了多次宣传 并出演了BTS的MB 也有网友们指出 女进斯的风格也是模仿了日本女团Speed 采用了电影中的很多元素 为什么你模仿别人可以 别人就不行 甚至也有报道指出 在海埔监察人员找出的文件中发现到 米尼吉曾对外宣称 彭希尔一掌是抄袭我制作了彭坦酸娘蛋 而米尼吉在与海埔的内部面团会中 也一连表示过 艾里也抄袭女进斯 托斯也抄袭女进斯 莱吉也抄袭女进斯 因为在这一连串的报道 米尼吉也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风向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随后也有网友挖出 米尼吉之前的采访内容 米尼吉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 创意总监出身的制作人 选择了反映自己品味的歌曲 在去年和今年成为了 最受大众欢迎的成功音乐 这一点非常有意义 你如何分析自己因缘成功的原因呢 目前以我们的作品而闻名的250 在过去无名时期 就是一位有感触的作曲家 以前也经常为其他爱豆团队提供歌曲 但是我们目前的成果 与以往有所不同 理所当然 所有作品的风格 并然受到最终决策者决定的影响 我所做的选择和决定的重要性非常大 因此问题中的选择 这一表达虽然正确 但也有不妥之处 250是Attention High Boy Ditto的作曲家 如果有参与作曲编曲的话 就不说什么了 我去查了一下 原来三首歌的作曲编曲都是250做的 你只是摘选而已 怎么还能那样说呢 太傻眼了 一般不是会说 遇到了好的作曲家 所以很高兴 希望米尼锦离开 Nudis留在High Boy 与250一起继续合作 那就太好了 为什么要提到旁摊孙女胆 太傻眼了 去看一下旁摊孙女胆的初期概念 没有一点米尼锦的风格 那纯粹是Hip Hop 难道Hip Hop概念也是你创造的吗 即使有相似之处 在业界这么直接称其他歌手为仿冒品 确实不符合商业道德 这表明缺乏对人的尊重 我觉得 他似乎把Nudis看作是他精心制作的艺术品 他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自豪 因此当有人模仿时 他会感到愤怒和敏感 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艺术家 而Nudis只是他的代表作品 然而大众们把Nudis当作艺术家 所以才会觉得 他为什么会这样感到不协调和困惑 最后 虽然说风向是一面的 但还是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流言 我觉得迷你进的主张更有说服力 Hip Hop已经拥有80%的股份 却还说要夺取经营权 这根本是荒谬的 而且迷你进知道有50-50的线列 不会像傻瓜一样用同样的模式来搞独立 然后内部监察本来是可以悄悄进行 为何非要报道并大肆宣传呢 这令人有些可疑 所以对于韩网一面倒的风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韩网一面倒的风向